大家好,欢迎来到马耳手作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款鱼霜V-Link背心的编织方法 这款背心,色彩鲜艳,俏皮大方,针法简单,新手容易上手 这款背心用到的线材是马耳加的云朵趣味浑纺羊毛线 用到的工具是7毫米、8毫米的环形针各一副 视频中乘一尺寸,一长50厘米,胸围100厘米 编织密度8毫米磅,10乘以10平方厘米内8.5毫,12毫 大家在编织之前一定要先编织小样 如果编织密度一样,可以完全参照视频中的数据进行编织 如果编织密度不一样,可以通过调整帧号来进行衣服尺寸的调节 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这件衣服的编织吧 好,我们首先来进行衣服的起编 这件背心我们是首先圈织腋下部分 然后进行腋下收针之后,我们再分别片织衣服的前后片 最后调织领口、袖口来完成整件衣服的编织 那么首先我们用7毫米的环形针起针90针来圈织淡落纹花样 好,那么我们拿起线材打一个活结 然后把它套到环形针上 好,然后以握笔的姿势拿起右磅针 把这个线材在右手的小针上绕一圈以起到固定线材的作用 然后我们的右磅针从左向右入针 调起靠近我们的这根横线 织一个下针 然后把它挂到左磅针上 这样我们就起了一个下针 然后我们把右磅针拿到线的下方 从下向上 从第一针和第二针的中间的空隙里穿过来 调起的是第二针的整个线圈 绕线 向外调起线圈 挂到左磅针上 这样我们就起了一个上针 然后把右磅针拿到线的上方 从上下下 从第二针和第三针的中间位置入针 绕线 调起线圈 挂到左磅针上 这是一个下针 然后我们把右磅针拿到线的下方 从下向上 从第三针和第四针的中间位置入针 然后绕线 向外调起线圈 把它挂到左磅针上 这是一个上针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线圈在整个线结的下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起一个下针 我们把右磅针拿到线的上方 从上向下入针 穿过第四针和第五针中间的空隙 调起的是第五针的整个线圈 绕线 调起线圈 把它挂到左磅针上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线圈 在整个线结的上方 是浮在上面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后面就要起一个上针 我们把右磅针拿到线的下方 从下向上 从第五针和第六针的中间位置入针 调起整个线 第六针的整个线圈 绕线 调起线圈 挂到左磅针上 这样我们就起好了一个上针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起针 90针 那么这里我们已经起了7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自己再起83针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单楼纹编起针 已经起满了90针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圈支 圈支的话 我们把这个环形针直接圈起来 把这根线压下去之后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把整个线圈全都铝屏 不要发生扭转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在编制的时候要注意的 然后我们第一针 直下针 下针的方法是 我们从左向右入针 入针之后 我们绕线 调起线圈 手尾相连处 我们要把这个线材呢 稍微拉紧一点 这就是一个下针 然后把线绕上来 绕上来之后 我们织一个上针 上针的话 从右向左入针 然后绕线 向外调起线圈 退掉左帮针上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上针 然后把线压下去 那么这里我们适当地把线头收紧一点 然后我们继续织下针 这样我们在这个 这个线节浮在上面 比较长的 这是一个下针的针目 我们从左向右入针 绕线 挑起线圈 这是一个下针 然后把线绕上来 那么这个线圈在整个线节的后面 那么这是一个上针的针目 这是一个横线 是一个上针的针目 我们织上针 从右向左入针 然后把线绕一下 向外调起线圈 退掉左帮针上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上针 把线压下去 那么这里这个线圈 在整个线节的上方 这是一个下针 从左向右入针 绕线 挑起线圈 退掉左帮针上的线圈 这是一个下针 把线绕上来 这样一个线圈 在整个线节的下方 那么后面这是一个上针 我们从右向左入针 绕线 向外顶起线圈 退掉左帮针上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上针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针下 一针上的去把这一圈编织完成 一直编织到这个线头的位置 那就是我们整个的第二行 就编织完成了 好 大落纹编的起针是一行 那么第二行已经编织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用白色的线来进行编织 那么编织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根线 把这根白色的线头呢 压在这个紫色线的下方 然后跟刚才一样 我们在这个辫子针的位置 直下针 把这线头带好就可以了 然后把线绕上来 在这横线的位置 直上针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 就把这个线材呢 换成了白颜色的线材 去进行编织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大家 按照一针下 一针上的规律 来完成第三行 好 我们第三行白色的 已经把它编织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换 又要换用主色线 紫色线 那么我们换线的时候呢 把不织的这根线放在上面 然后把这根 要织的这根线 把它拉上来 然后我们换用 紫色线去进行织 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织第四行 一针下一针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去把两个颜色的线 一行间隔一行的 去编织完成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单罗纹编 总共编织七行 达到六厘米长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单罗纹编的 编织 注意我们这里的颜色 是一行白色 一行紫色的 去间隔交替进行的 好 当我们的底边 单罗纹编 编织了七行 六厘米之后呢 我们要换用八毫米的针来进行编织了 那么八毫米的针 我们直接去换针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白色的配线 也就不要再用了 我们只用主色线来进行编织 这里我们可以把配色的白色线 把它进行断线 线头适当的留长一点 这样不至于我们掉线 我们把不用的这根线 放到要用的这根线的上方 接下来重新计算行数第一行 第一行我们全都织下针 不再织单罗纹编了 那么这里我们要均匀的减掉五针 90针变为85针 那么这里我们每18针减掉一针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挂上一个记号扣 这是我们一圈的起始位置 好 接下来我们织下针 全都织下针 那么这个上针的位置也是织下针 然后把这个线把这个线头把它拿上来 再放到这根线的上方 我们再把它带过来 这样我们就起到一个藏线头的作用 二 然后我们继织下针 三 第三种把它带一下 多藏几针 我们可以把这线头呢藏得更牢固一些 四 好 这样我们全都织下针 我们一共织16个下针 好 现在我们用紫色的线织了16针之后 第17针18针 我们织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也就是把这两针 把第17针第18针看作为一针 同时挑起这两个线圈 织一个下针 这样我们就把两针并掉了一针 由每18针变为了17针 我们按照这样的规律 捡均匀的减掉五针就可以了 好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根据这样的方法完成医生部分第一行的下针的编织 我们这一行通过五次的减针 由原来的90针变为了85针 好第一行我们知道了记号扣的位置 那么划过记号扣我们织第二行 那么这时候我们环形针上通过五次的减针 已经由原来的90针变为了85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85针不加不减的编织 页下针部分总共要编织14厘米 17行这里我们已经编织了第一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85针不加不减的直下针 剩下来的16行使得下针部分达到了14厘米 加上底边的6厘米总共使页下部分有20厘米长就可以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划过记号扣之后继续直下针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大家自己完成这16行的编织 之后我们再来进行页下的收针演示 好现在我们下针已经编织了17行14厘米长 那么这时候我们整个的一片已经达到了20厘米长 那么现在开始我们要进行衣服前后片的片织 这是我们70针的位置 现在我们总共是85针 我们后片42针前片43针 那么前片分43针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大V灵中间有一针 我们要作为磷子的最中间位置 所以前片我们分43针后片为42针 划过记号扣以后我们页下要减针4针 那么页下矫针的方法 我们首先第一针织下针 然后织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把第一针跟第二针看作为一针 把它织掉这样我们就进行了一次剪针 好然后我们再继续向左编织 那么衣服的后片是42针 我们继续向左编织 一直编织到我们衣服后片剩3针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左侧的页下剪针演示 好现在我们衣服的后片织到了最左侧剩3针的时候 我们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右上两针并一针的并一针 我们把第一针以下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织一个下针 第一刚才没有织的这针拨过来 这样我们就在织物的左侧剪掉了一针 然后编织一个下针 好这样我们衣服的后片42针 通过左右两次的剪针剩了40针 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进行衣服后片的片织 好现在我们知道衣服的后片剪针之后 那么翻转织物 那么我们这里已经开始重新计算行数 这是后片的第一行 翻转织物 织物的反面行我们全都织上针 第一针我们以调上针的方式 把它调下来不织 这是一个滑针 然后我们全都织上针这一行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就可以了 好衣服的后片我们织到了最后一针 第40针 我们仍然是织上针 好这样我们第二行就编织完成了 好现在我们衣服的前片43针 我们把它移到另外一个棒针上 暂时不织 我们先制衣服的后片 那么现在我们翻转织物 第三行 好现在我们衣服的后片的第三行 从第三行开始 我们参照刚才后片第一行第二行的编织规律 来完成衣服后片的第三行到第八行的编织 也就是在每个正面行 我们左右两侧都要进行腋下的剪针 每一次都剪各剪一针 反面行我们全都直上针就可以了 好那么接下来再参照第一行第二行的编织规律 完成第三行到第八行的编织吧 衣服后片的第八行我们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通过这四次的剪针 我们的棒针上已经从原来的42针 剪为了34针 接下来从第九行开始 一直到第34行我们不加不减的去进行编织 也就是在正面行编织下针 反面行编织上针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后领窝的剪针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不加不减的完成第九行到第34行的编织 之后我们再来演示吧 好现在我们衣服秀动部分已经完成了34行 那么第35行开始我们要进行一个后领窝的剪针 我们衣服的整个后面34针 我们左右两个肩膀12针 中间领窝22针 第35行的时候我们第一针调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总共再织7针 第二针 三 四 五 六 七 那么第八针的时候呢 我们以下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好这样我们织了八针过来之后作为肩部 这里我们后领窝位置要收掉两针 好翻转织物 我们把第一针跟第二针调下来 我们把第一针剥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收掉了一针 然后再织一针上针 再把它剥过来 这样我们就在后领口位置剪掉了两针 然后我们把剩下来的五针全都直上针 好全都直上针最后一针也是直上针 这样我们就把衣服的一个肩部就把它处理完了 那么这是后领窝的位置 好那我们可以把它进行断线 断线之后我们适当的流长线头之后呢 我们进行断线 断线之后我们把线头隐藏到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 可以多隐藏几针 可以多隐藏几针 这样线头就会更牢固一些 然后修掉多余的线头 这样我们就把衣服的一个肩膀就变质完成了 我们用防解别扣把这肩膀的六针把它取下来 好这样我们就把肩膀取下来了 然后我们中间中间18针作为后领的位置 我们可以用线 用一根别线也把它穿下来 好现在我们后领窝的18针 我们也已经把它用别线把它取下来了 那么然后左侧的肩部 我们也留了8针进行领窝的处理 也是第35行 我们把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第二针我们织一个下针 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剪掉了一针 然后再剪一针 我们把线头绕一下 起到藏线头的作用 第二针 然后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后领窝位置就剪掉了两针 然后把剩余的五针把它织下来 全都直下针 最后一针也直下针 好翻转织物第36行 第36行反面行 我们是把第一针滑针 然后全都直上针 这样我们肩膀的六针 我们就全都处理好了 那么这样 这样我们就把衣服的后片 左肩也就完成了 同样的也是进行断线 断线之后我们按照刚才的方法 把这两个线头 隐藏到织物的纹理当中去 好 现在我们衣服的后片的 后片的左肩部分也已经变质完成了 我们把这六针也用防茧别扣把它扣起来 好 这样我们就把衣服的后片编织完成了 那么后片的话 这里我们总共编织 修笼部分总共编织了36行 达到了30厘米长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衣服前片的编织 好 现在我们把衣服的后片编织完成之后 我们现在来处理衣服的前片 那么衣服的前片这里总共有43针 左右两侧各留21针之后中间最最中间的一针 我们作为V领的中心针 好 现在我们在这个前片43针的最中间位置 我们扣上了一个记号扣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来编织这一部分的前片 那么这是衣服的左前片 好 左前片的话我们页下要减4针 那么V领的减针规律 我们是按照每两行减一针减9次 每4行减一针减2次 那么这样我们最后肩膀上也只剩下6针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编织 我们要进行腋下的减针 首先第一针我们把这个线 我们把线头压在织物的反面 好 把这个线连上去之后 那么首先我们腋下减针制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我们把线头放到这个线的上方 然后制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我们这是腋下的收针 我们腋下收针的话是每两行减一针减4次就可以了 跟衣服后面的腋下减针规律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我们全都支下针 一直支到中间这个记号扣的位置 剩4针的时候我们来进行领口位置的减针 左前面知道了离记号扣还剩4针的时候 那么这里我们要进行减针 减针的话在领口位置我们这里 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我们把第一针调下来不支 支一个下针 然后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领口位置减掉了一针 然后再支两针下针 一 二 那么这个记号扣的位置是我们V领的中心位置 好 这样我们就把衣服的左前面就已经 针数已经全都支过来了 然后翻转支五 前面的第二行 第二行的话 首先我们第一针以一条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支 这是一个滑针 然后我们全都支上针 一直支到支五的最左侧 好 左前面的第二行编织完成了 我们再翻转到织物的正面 那么同样的还是 首先腋下的收针 腋下收针的话 第一针我们以调下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不支 这是一个滑针 然后支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这是腋下的第二次减针 然后我们继续支 下针一直支到织物的左侧剩四针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一次领口位置的减针演示 好 当我们的左帮针上剩四针的时候 我们首先进行一个右上两针 变一针 然后再支两针下针 好 然后翻转支五 反面行 仍然全都是支的上针 第一针边针我们支的是滑针 以调上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不支 然后这一行全都支上针一直支到织物的最左侧就可以了 好 第四行我们支到了织物的最左侧翻转织物 那么接下来我们大家就按照这样的编织规律来完成左前片的编织 那么这里我们续笼部分是每两行减一针减四次 那么这里我们已经减了两次 自己在我们大家在页下再完成两次的减针就可以了 那么在领口部分我们按照 我们是按照每两行减一针减九次 然后是每四行减一针减两次 来完成整个领口位置的减针 好 那么接下来参照第一行第二行的减针规律 来完成剩下来的减针吧 好 现在我们领口部分的每两行减一针减九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减九次已经减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领口位置的每四行减一针 那么每四行减一针的话 也就是当我们第九次织完之后 那么我们在织正面行的时候呢 这一行我们不需要进行减针 不加不减的织一行下针 不加不减的织一行下针之后 那么在反面行我们不加不减的织一行上针 我们织完了一行不加不减的下针和不加不减的上针之后 那么接过来我们要开始进行领口位置的减针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每四行减一针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每四行减一针减两次的编织吧 现在我们领口位置的减针减完之后 已经编织到了28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六针不加不减的再编织8行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衣服的左前片的编织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自己完成剩下来的8行的编织吧 好现在我们把这六针不加不减的又编织了8行之后呢 这里我们现在衣服的左前片就编织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把这个肩膀部分来进行缝合 衣服肩膀的缝合的话呢 我们是在反面行进行缝合的 那么我们把后片也放到一个磅针 然后正面向里反面向外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领口位置对领口位置 锈动对锈动就可以了 好然后我们来进行缝合 缝合的话我们从两根磅针上同时调起 各调起一针 然后我们绕线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 把它退掉 好然后我们在两根磅针上各条一针 织一个下针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 然后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缝合了一针 然后我们再继续进行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两个肩膀把它进行缝合就可以了 好当我们缝合到最后一针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根线从里面掏出来 然后适当的流长线头之后收紧 然后断线 断线之后我们把这个多余的线头 隐藏到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多隐藏几针 线头会更加牢固一些 好多隐藏几针之后呢 我们把多余的线头修掉 好然后我们翻过来 这样这就是我们织物的正面的 好现在我们把衣服的左前片已经编织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探测同样的方法来进行 衣服又剪片的编织 那么中间这一针我们把它用记号扣取下来 这里我们的编织方法是一样的 页下部分是每两行减一针减四次 领口位置每两行减一针减九次 然后是每四行减一针减两次 那么剩下来我们还要织八行不减的平针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里我们同样的把线材压到织物的反面 第一针我们织下针 然后第二针把线头向上拉绕一下 起到长线头的作用 我们再织一个下针 领口位置的一个减针 左上两针并一针这是领口位置的第一次减针 然后我们一直知道织物的左侧 页下部分我们也要进行一次减针 好我们知道了织物的最左侧页下部分 我们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然后边针至一个下针 好这样我们就进行了 做衣服右前面的编制 那么接下来我们大家就可以按照 页下部分每两行减一针减四次的方法 以及领口位置每两行减一针减九次 每四行减一针减两次 然后支八行的平针 来完成衣服右前片的编织 好那么接下来请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 自己来完成右前片 同时把参照左肩的缝合方法 把右肩也把它缝合完成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这里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了 好现在我们参照衣服的左肩部分 已经把右肩也已经平和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 那么这样我们这件衣服的主体就编织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大V领的调织 那么V领的调织的话 我们从这个后片开始进行调织 好这里我们后片有三个辫子 那么这里我们一一对应的去调织 三针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用七毫米的环形针来进行编织 我们把第一针调过 这个大的辫子针 然后一个这样调起来 这一个下针 然后那么这里一个辫子是两行 那么两个辫子我们调织三针出来就可以了 二 三 然后我们把这个后领窝的十八针 一一对应的把它织到棒针上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这个整个的前领口的位置 也是按照每两个辫子 调织三针的规律来进行调织 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大家自己先把这些增数调织出来 一直调到领口的最中间一针位置 V领是36行 36行一共是18个辫子 那么每两个辫子调三针的话 总共调织了27针 直到了正中间的一针的位置织过来之后 我们仍然把记号够刮上去 接下来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调织 V领的另外半侧27针 之后我们再来进行V领的圈值 好 现在我们领口部分的81针已经全都调织完了 调织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丹落纹花样 丹落纹花样的编织 我们参照衣服底边的编织方法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大家自己知道 这个织领中间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再来跟大家演示 好 现在当我们知道正中间的位置 左右两侧各留一针 也就是正中间的三针的时候呢 这里我们要织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中上三针并一针的织法是 我们把第一针跟第二针 以调下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不织 然后织一个下针 刚才没有织的两针 拨过这第三针 这样就是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然后我们这里看一下 这针的 这中上三针并一针的右侧是一个上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仍然也是织一个上针 好 接下来我们按照一针下一针上的规律 把这一行织完 当我们调整之后的第一行织完之后 那么我们仍然是在这里挂上了一个接号扣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织一行白色 蛋罗纹编总共要编织五行四厘米长 那么我们在第三 我们调制的是第一行 然后又织了一行 那么这里也已经有了两行 那么第三行的话 我们是用白色的织一行 参照底边的换线方法 换白色线上去 那么我们同样的按照蛋罗纹编的编织方法 一直编织到领口的位置 那么这里我们在 在微领中间 微领正中间位置 我们仍然是要织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好 那么第三行 我们按照蛋罗纹画样 一直织到中间领口的位置 好 当我们知道领口的正中间位置的时候 那么这正中间的一针 加上左右两边这三针 我们仍然是织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把第一针第二针以调下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织一个下针 再把刚才没有织的这两针拨过来 这就是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然后这里我们根据 蛋罗纹编的花样 那么接下来这一针是下针 我们仍然是织的下针 我们根据蛋罗纹花样的规律 继续进行编织 然后我们把这一行织完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织完了最后一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领口位置的白颜色 只要织一行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白颜色的线留长一部分之后呢 把它进行断线 接下来我们继续织一行紫色线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再 我们这里就不再演示了 大家根据刚才的编织规律 去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那么直到预领的领口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仍然是要织一个中上三针并一针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这里就不再跟大家重复演示了 那么当我们织完了这一圈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 达楼纹编的收针 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演示 达楼纹编的收针吧 好 现在我们第四行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第五行我们开始进行 达楼纹编的收针 达楼纹编的收针的话 我们是在下针的位置织上针 上针的位置织下针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第一针是下针 我们织一个上针 然后把线压下去 那么第二针这是一个横线的位置 是一个上针 我们织一个下针 然后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接下来左帮针从右向左 把这一针挑回到左帮针上 右帮针拿到线的下方 然后再以挑上针的方式 把这一针挑回到右帮针上 接下来是一个下针的针目 我们织一个上针 然后仍然是把第一针 拨过第二针 好 接下来我们左帮针 从中间入针挑起后半个线圈 这样把它拨回来 然后把右帮针拿到线的上方 以挑下针的方式 把它挑回到右帮针上 接下来是一个上针 我们织下针 然后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左帮针把它拨回来 右帮针拿到线的下方 以挑上针的方式 把它挑回到右帮针上 接下来是一个下针 我们织上针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 下针的位置织上针 上针的位置织下针的规律 我们把这一行download文编 把它收编收完就可以了 当我们一直知道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再来跟大家演示 手尾相接触的处理 好当我们知道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手尾连接处有这样一个缺口 好那么我们把它第一针是下针 我们在这个针目里面再织一个上针 把它调起来 再织一个上针 然后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好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缺口就把它补起来了 然后拉长线圈 把这一根线从里面掏出来 然后适当的留长线头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断线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反面的纹理当中呢 把这个线头隐藏好 方法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自己去把这根线头隐藏掉就可以了 好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的领子就挑织完成了 那么我们参照同样的挑织方法 去完成两个袖口的挑织 那么两个袖口的话 它也是调针算一行 然后在第五行的时候呢 进行收编就可以了 跟领子部分的编织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在第三行的时候呢 加一行白色的 白色线就可以了 那么唯一不同的就是 我们袖子的袖拢的编织过程当中 没有这个中间的中上三针 并一针 全都是织的 单落纹针就可以了 那么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两个袖口的挑织就不再演示了 大家参照领口的挑织方法 自己去完成两个袖口的编织吧 好现在我们参照领口的挑织方法 把两个袖子也 袖口也把它挑织完成了 那么这样我们这件衣服就全都完成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